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觉得我跟越南的缘分是这样 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去夏龙湾 那是比较旧的景点 坐船对不对 我还蛮喜欢这种所谓的自然景观的东西 对我也喜欢 那以前我很多年前我就去过广西 广西的话就是桂林离江的这个是所谓的河上 就是所谓的这种石灰岩地形 对对对我有去看过 对对对 桂林山水假天下 阳朔山水假桂林 真的很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情景就是夏龙湾把这个桂林这样的一个景色 类似的景色搬到海上 所以我觉得这种景色看起来 我觉得是还蛮震撼的 我一直还蛮喜欢的 但是呢 就是几次呢规划当中 我觉得后来因为可能自己计划的关系也好 后来疫情我觉得就是一再的 疫情啦 我觉得疫情也拖到我 对一再的错过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说这个市场我觉得还是蛮有趣 因为我觉得这个生活当中 甚至于是那个前天的国家警报 我自己一看说 嗯这个 你也看成越南吗 对我也看成越南 不是只有我 很多人是 我第一直觉就觉得说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那天还在一个台 台中的一个课说会上面 就嗯嗯嗯嗯 然后有人就说 没关系这是飞越越南上空 对 然后大家就安心了 可是后来我后来看完以后我也没讲 我想说不要给人家戳破 其实我是没收到这个简讯 我是收到我们公司一个 应该算是一个我们有一个紧急小组 你是边缘人 每个人都收到我身边没有人 我朋友从台东从花莲都跟我说 玉芬姐你们台北有收到 我说有啊 全国都收到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没收到这样子 反正你是外星人 就很好很好玩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越南突然之间成为一个热点 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是像 我觉得我的身边的朋友 包括我讲的 我觉得我们十一住行 其实都有充满越南的味道 嗯 譬如说我们去很多地方 你会发现说有所谓的越南河粉啊 哦我也喜欢吃越南河粉 还有那个三明治我也喜欢 哦三明治我也喜欢 我们家附近开了一家 你知道一天到晚大排一长龙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用这个法国面包吗 因为他我觉得他又酥又 他被法国殖民过啊 对他以前是法属殖民地嘛 所以他们自己还蛮会做 我觉得这一点还蛮厉害的 嗯 但是他跟这个所谓的法式三明治 那种欧式三明治又弄的很不一样 我跟你讲你们一定要看直播 大家会广告期间 我会公布你怎么样做越南的那个面包 那太棒了 那我想第一张先跟大家看一下 虽然没有去过 但是我有研究那个景点 我觉得最近也是很红的 就是说越南 像我身边很多朋友 包括一些寿险公司也好啊 金控公司也好 他们奖励员工很多都带去越南 那我们刚刚讲 其实像夏龙湾 它是一个北越的一个景点 对对对 你这个首都河内 大概是四个小时的一个车 然后现在这几年刚刚也在跟韵芬姐聊 就是说比较红的景点应该现在呢 把它转移到所谓的中部的地方 还有一个复国岛 对对 中部的话大概就是县岗 那县岗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最近有几个比较红点 像我这个照片 大概给大家看 那有个佛守金山 对那好像是巴拿山是不是 我知道在县岗附近这样子 那这个景点现在也是还蛮红的哦 所以呢其实呢 包括像我们刚讲的像顺化啦 惠安啦这些中部的城市啊 其实在越南的景点 在中部的一个景点其实还蛮红的 那当然南部的地方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胡志明市当然是最有名的 可能大家还有印象 有老一辈的还有印象说 是不是有一个地名叫西贡 就是在1975年之前 其实呢胡志明市是叫做西贡 又有一个那个很知名的那个歌剧 西贡小姐 对对对就是就是这个一个渊源嘛 对对 那所以呢其实胡志明市呢 是整个越南最大的一个城市人口最多 但是他并不是首都哦 那另外一个景点就是他的一个外岛 是在富国岛 哦富国岛对 富国岛现在也很红 很红是因为现在呢 我们跟越南之间其实还是需要签证的 你去越南 但是就富国岛这个地方 如果你包机直接过去的话 是不用签证的哦 但是这个所以这个地方变得很热门哦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都是这样参加 这种所谓包团的一个包机的一个行程 然后直接进去 那都不用办签证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 我讲嘛 我朋友因为他的儿子就在那个 就中越非常高级的那种米其林三星餐厅啊 高级四九十台湾之光啊 然后他就是要去看儿子嘛 然后看儿子他就买了机票 想说签证他自己会办啊 就去机票来了 飞机来了 签证没来 其实越南所签证哦 签证好像也不是很好办是不是 我不知道 越南在疫情期间其实所签证还说的还蛮凶的 现在好一点啊 我相信现在开放之后好一点 不然他们之前其实还蛮严格的哦 哦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哦 其实时宜住行哦 甚至于就是说很多 呃我们在外面什么修指甲什么 像我妹妹他们修指甲都是越南妹妹在做 哦 很厉害手工很厉害的哦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呃 越南其实是我们很熟的 很熟很熟 因为我们的你看我们的餐点 我们最容易透过餐饮来了解 我自己在家里面我都喜欢做他们那个越南 有没有那个春卷比是透明的 哦有有有有有有 对越南春卷 还有那个透明的 很爽口的 装一点就是只能弄点水它就变透明对不对 对对对 那里面包点虾子包点生菜 弄点那种酸酸辣辣的酱 没错 哦 没错 所以那时候吃 我就觉得我们的饮食跟他们其实很喜欢 对对对 其实东南也都蛮像的 因为他们热嘛 热的话就会用喜欢用一些酸酸甜甜的东西来来提味 那像越南河粉其实我觉得也是最常见的 哦对越南河粉啊 我们那个农安街也有一家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好多家其实 哦现在很多家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不过一家要一百多块啊 对 要牛肉啊 没错对啊 就是把它简单烫熟那样这样吃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越南其实这一段时间来讲 我觉得就是形成另外一个热点 但除了说生活上面之外 我觉得它现在也是一个投资热点哦 那刚跟制作人在聊哦 其实越南的投资也不是只有这一两年的事情哦 我记得我以前在投信的时候哦 大概就是在2004年左右 那时候呢 其实就有很多人的钱想要跑去越南 但是不得其门而入 因为那个时候呢 台湾的投信是不可以发越南的基金的 那我又想投资越南那怎么办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其实有几家投信是用所谓私募的一个方式 所谓私募呢 就是不能够让一般的投资人认购 那比较封闭的 比较封闭的 那你的资产必须要达到一定规模以上 通常都是几千万以上哦 你才可以委托这个投信 形成这个所谓的私募的一个资金 然后进去那个市场去做一个投资哦 那其实呢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哦 这样看下来 我觉得越南的市场其实跟中国很像 我觉得有点像小中国的一个味道 嗯 大起大落 我跟你说我十几二十年 应该十几年才不到二十年 我去胡志明市的时候 说实在我们那时候去参访很多的工厂 我跟你说你到那边的时候 你就觉得满街都是机车 然后你过不了马路哎 那后来他们就那当地台商就跟我说 你眼睛给我闭着就走过去了 就整个眼睛闭着就走过去了 车子就会让你了 所以他们也有机车瀑布 所以那时候回来我就想说 那个应该买一下光阳机车的股票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讨论更多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基金医生冯志源来谈一谈了 刚有提到就是说越南的印象了 当然就是那时候我去参访很多的公司 主要是他们的新年轻人的劳动力非常的好 所以其实台湾有很多人去设厂 然后设厂以后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观察 那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 有人讲说他是那个未来接 这个中国世界工厂的一个地位 那我们怎么看他的经济环境啊 对其实刚刚刚云菲姐提到就是说 越南我觉得他在人口结构上面 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我们一直在这个 以前学过就是说最最好的人口结构就像子弹型 哦 子弹型就是你的中产阶级 年轻人 这个45岁以下的这种劳动阶级 其实特别的多 所以他们也是一样啊 在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那一块 年轻人是特别的多 大概占了55%以上 那再加上就说你他的人口 他的人口将近有9000多万 将近1亿 所以呢 其实他有人很大的一个人口红利 所以这个状况 我们刚刚讲说 为什么很像小中国的意思 就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呢 其实这几年 有1亿人口了 对那这几年其实说 越南为什么又浮上台面 我觉得很几个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因为中国的关系 从川普时代的所谓的 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呢 结果后来演变到就是疫情期间 苹果这种国际型的公司 突然发现说 他们有一天也真的没有办法 在中国生产所谓的iPhone 因为封锁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看这些外资开始呢 有第一个有警觉到 就是说中国的市场 好像跟他们想象的 已经有不一样 第二个都是其实拜登上来之后 中美的贸易战没有停歇 反而更严重 所以这几个情况呢 就让很多的厂商有所谓的中国加一 China plus one的一个计划 也就是说除了中国之外 当然中国不可能完全舍弃 因为它慢慢来嘛 所以呢大部分就是说 除了中国之外要再加另外一个替代的地方 那么其实呢越南就被选中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 这几年大概就是越南印度啦都是所谓的China plus one 中国加一这样的一个政策下的一个受惠的一个地方 包括我们台湾也是啦 那我们看就是说在这个疫情期间当然大家都不好 这个越南原本守的跟我们台湾一样也很好 后来也是失守了嘛 后来他们也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所谓的风控 那后来风控解除之后呢就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跳升 那很大幅度的一个跳升跳升到多少 在2022年的时候他的经济成长率创造多少 8个percent以上 那整个来讲的话就是让他整个一个经济又达到了一个高峰 但是后来又摔下去 为什么摔下去了 其实跟全球的景气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越南仰赖跟我们台湾一样 但是他仰赖出口的状况其实是更大 也是 也是出口倒下 所以呢解封之后我们看欧美的市场是这样子 就是说突然之间来了很多的一个需求 很多需求之后呢造成了一个通膨 通膨之后呢联准会是不是就开始升息升息升息 结果呢后来呢消费又开始出现紧缩 这一紧缩原本很多的单子下到越南那边去的呢 就开始撑掉撑掉撑掉 而且呢越南呢是很多所谓的纺织 手机的一个零组件相关的一个集散的一个中心 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到就是说我刚好有带来一张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越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出口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越南整体的一个出口的一个状况的话 你可以看到说像是这个纺织的一个部分 在左半边哦就大概是我们所讲的 就是整个在疫情复苏之后 你看那其实他还是所谓的正向的是比较多的 那在右半部的部分呢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的一个状况 结果最近这一年的状况你看呢他大概都是在零轴以下 哎呦很弱耶 对比如说像橘色的部分呢橘黄色的就是手机的零件的部分 其实都是在副轴的部分 那另外来讲说我们刚刚讲的纺织呢是在蓝色的部分呢 其实也都是在零轴以下哦 每个月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个状况来讲都是衰退衰退的意思啊 没错代表说整体的一个越南的一个出口的状况 并不是很理想哦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的话 嗯你说他去年 其实他去年的一个GDP刚好在昨天公布了 嗯 好不好呢 我觉得不算好 但是也不算坏了 为什么呢 呃他第四季的GDP是6.72 这个数字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但是一整年呢是5.05 啊为什么讲不好不坏的原因 是因为说我们刚刚有讲2022年是8个percent以上 对对对 然后官方认为他们2023年整体的平均 他们想要达到多少 6.5个percent 没达到 没达到而且有有一点落差差了1.5对不对 所以呢我说不好 但也不坏呢 你就说如果一个国家 比如说我们台湾好了 全年的GDP有到5%以上 嗯 其实这个数字我觉得也是还蛮好的 嗯 那只是因为就是说 呃越南的官方把他设定的目标 其实是蛮高的 然后各界也是还蛮看好的 但很明显其实他就没有达标 那如果我们再细看 我们刚刚讲说第四季是6.72 那么前三季的话第一季是3.41 那么第二季是4.25 第三季是5.47 嗯 嗯 我觉得他的状况呢 就是说上半年其实没有很好 可是下半年慢慢开始有改善了 我觉得有点点 倒吃甘蔗这样的一个味道在 所以我觉得说 他的一个状况呢 就是从一个谷底慢慢复苏 但是还没有到大好的一个阶段 嗯 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让他去做沉淀了 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出口的一个数据哦 呃也是一样就是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 大概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 但是呃下半年特别是在第四季之后呢 呃都有一个比较有一点点明显改善的一个味道 好 我们待会给大家看一张图 我其实觉得蛮震惊的 看看越南股市的大起大落 然后越南有没有通膨 我们待会一并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无聊 真的很不一样 好 欢迎来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韵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基金医生冯志源了 好 好 我们要跟大家来谈谈啊 就是越南到底有没有通膨 还有越南的一个股市啊 其实他以前从股市来看的话 也是非常风光哎 嗯 然后现在你说高不高低不低的 该做怎么样的观察呢 我刚好把这个最近这五年啊 就包括疫情期间的一个 他的一个表现 其实呢 疫情期间呢 他就是 霞幅的一个震荡 因为我们讲说 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守的还蛮不错的 所以比较没有受到影响 可是呢 当守不住之后 我觉得每个市场都是这样啊 碰到这种疫情 前所未有都会很惊慌 所以他大概有下跌一段 大概从1000多点 跌到差不多700 差不多600多 将近700左右 所以大概也跌了三成左右 嗯嗯 但是后来呢 我们讲过说 在整个疫后之后呢 你会发现到 他又有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上扬 那这个上扬的幅度 你看这后面这一整段 涨幅大概就超过一倍 嗯哦 那再来呢 就是又有一段的 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下跌 那这一段的下跌 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呢 最大的原因其实是来自于他的一个房地产上面的一些丑闻 还有包括 哦有一些 国家 嗯嗯嗯嗯嗯 因为大家还是不要忘了 再怎么好玩 或者说他经济再怎么发展 他还是一个共产国家 对 所以呢管制呢 就是跟中国比较像 就是说他想管的时候呢 哇 来的可能就是这种 尖壁亲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味道 所以呢 这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到 他在整肃所谓的一个房地产 包括像他的一个 曾经的女首付张美来 也狼狼入女 然后好多的一些地产大亨 其实来讲的话 也都有受到牵连 所以在整个状况来讲 这个跟我们台湾早期也是蛮像的 你看台湾早期在经济上发展的时候 都是房地产银行 这些在所谓的是一个 比较属于中流砥柱的一个地位 那在越南其实也是一样 那当房地产受到国家的这样的一个 你说打击也好或者管控也好之后 你会发现到说 整个股市就很明显就下来的一个味道 那当然来讲就是 如果说按照统计来讲的话 去年大概倒了一千多 一千三百家相关的这些房地产厂商 所以其实平均一个月也倒闭一百多家 其实也是算蛮多的 不在少数 那所以但是呢 这一段时间他为什么要管 主要也是因为说 这一段时间了过去十五年 越南很多地方像胡志明市的 平均的房价都已经涨了十几倍了 其实真的还是还蛮多的 十几倍 甚至于有些地方他的一个房价 比一些比东京一些地方的价格都还高 所以其实在这种状况来讲的话 他们怕也是怕有一个泡沫化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呢 我觉得他就是在沉浅 那我们刚刚讲2023年 其实越南的一个经济表现不好不坏 你说他股市表现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 也没有很 也是不好不坏了 为什么还是涨的 越南胡志明股市的话 我统计的话 他2023年一整年 平均涨了就是12.2个percent 当然没有我们台股好 我们都涨了三四十趴了 对啊 就没有我们台股好 所以我说他的一个表现是不好不坏了 那只是说在2023年这一年 我觉得就是历经2022年一个比较明显的空头之后 有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反弹 那么在2024年呢 我觉得大概就是持续在观察他这些所谓的房地产 还有我觉得最重要还是看他出口啊 如果出口的话 我们刚刚讲说一整年来讲的话 他整体的出口大概下跌了4.4个percent 在2023年的时候 那其实下跌比较重的像是纺织这一些 那我觉得像这些制造业之所以就是整体的一个出口状况 不尽理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越南的人工也开始慢慢跪起来了 其实在越南他有分所谓的1234级不同的等级 那一般来说的话 如果你要用比较低一点 大概用三三级左右的三四级左右的 但是因为找不到工 又需要工人 那怎么办 那么年轻人这么多还找不到工人 所以所以你要加价啊 那你一加价的话 你成本其实就提高了 那过去来讲的话 就是说有很多 譬如说像我们一些 呃成艺厂商啊 巨洪如洋他们为这个 这个巨洋如洪他们为什么在那边 其实就是因为有比较低廉的劳力吗 那现在来讲他们没有这样的优势之后呢 自然而然你说要再让他扩张 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要持续的一个观察说 在这个部分是不是有所改善 另外一点就是说 除了这两项房地产跟出口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说基础建设 刚刚其实很多网友提到基础建设 对说他怎么电力 他曾经在去年真的停电断电管 其实跟我们台湾一样 就是有一个缺电的一个危机 所以说我觉得制造业最重要就是 你一定要生产稳定没有电的话 你这些厂商怎么做呢 再好的厂商都没有用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讲的话 真的还是要特别留意 就是说越南 其实世界银行 或者是一些国际货币基金 这些重要的机构 他们在针对给一些越南的 一些经济建议的时候 他们还是都有提到就是 不能够只认为说 这里有很大的人口红利啊 或者是说什么中国加一这些这些因素 最重要你还是要透过 基础建设的一个方式 因为你透过基础建设 那还是一个很扎实的一个东西 促进国内的一个整个经济成长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有越南来讲 我觉得机会是有 但是呢 其实来讲真的还是需要观察 那越南也有通膨吗? 有 其实越南还是有通膨的 我觉得去年还好 越南最高通膨的时候 大概曾经到差不多5%左右 所以这也让他们一个基础 基准利率的曾经 从差不多4.5%到6% 那么是有压抑通膨没错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6% 在在这个越南的一个境内 我觉得也造成他们一个 很大的一个压力 不管是借贷也好 或者是整个民间的这些消费也好 我觉得都造成一定的一个压力 那还好就是说他现在把整个通膨 压到差不多3.4%多 差不多3.5%附近 在2023年的时候 那他现在已经顺势把他的基准利率 又把降下来降到差不多4.5%左右 所以我觉得说以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说他的通膨还能够再缓一点的话 那利率再往下调一点 我觉得对整个越南的经济来讲 还是会有一点刺激的一个作用 那看到就是越南的这个PMI跟工业的生产指数 说实在的 看起来还是都是在 哇 这个50以下 对 下很多 我们刚刚讲过 其实这些都是互为表里 对还没有 你如果说出口的状况不理想的话 PMI工业生产指数 这些状况来讲 基本上都还没有办法到水准之上 真的 好这是目前的一个现况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 待会记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冯志源来谈一谈 除了谈越南之外 其实今天还要谈一个就是新加坡了 对 那越南当然是一个新兴的亚洲之虎了 那说实在的 新加坡简直是仕途老马了 那很多人认为就是说它是一个金融机构了 那新加坡其实今年有一个议题 就是它的经济发展 还有它可能会交棒了 对 我觉得新加坡是这样子 我从2008年开始 因为公司的关系 所以我很密集的去新加坡 然后其实这段时间 我真的见证到说 新加坡有很多进步的地方 当然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我必须讲 那进步地方在哪边 我觉得它第一个 我们刚刚讲 如果跟越南比的话 它基础建设真的是非常的好 因为整个城市又很整洁 很干净 然后 大家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 大家就是那个什么 飞船三明治 哦 对对对 在Marina Bay 其实呢 新加坡它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它城市规划非常的好 就是说 呃像它在金融区 它最精华的地方 就是那个叫做Marina Bay 嗯 那么Marina Bay那边的话呢 基本上来说的话 那些一流的一级的 这种高级的金融公司也好 或者这种商办也好 都就是围着它 好就 大家就把它想成我们的101一样 就说你不管怎么样呢 它就是围着那个101 所以呢我觉得它在那个地方的 所谓的特区的部分 其实金融特区的那个地方 其实是规划的 真的是非常的好 嗯 但是如果说你从一个历史上来看的话 其实过去 我们讲说亚洲四小龙的时候 新加坡跟我们是相差不多的 嗯 可是呢感觉上现在为什么跟我们相差很多 嗯 我觉得就是说在这段时间 因为新加坡知道它自己很小 所以它必须要仰赖很多高知识分子 所以它吸纳很多这种所谓的移民 所以你在那边很容易看到 呃像印度人也好 嗯 或者中东人也好 亚洲人也好 当然不用讲 那它各种族其实都很多 马来人啊 我觉得它很国际化 对很国际化 那其实呢 它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来促进它的一个进步 所以呢 其实如果你以这个国民所 你看哦 大家第一印象 对新加坡东西是真的是很贵 很贵 对有人讲就真的很贵 嗯 可是呢换另外一个角度讲 东西很贵 可是呢 他们的呃 所谓的人赚的钱也非常的多 嗯 像我自己就过去有曾经有 新加坡的员工哦 嗯 他们大学毕业大概起薪就可以到 六七万以上 嗯 我这个我觉得就是可能都我们台湾的两倍以上了 嗯 所以在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就是说 呃 新加坡是有值得学习的 这在退休金制度的部分 我觉得也很好 欸它生活费也贵啊 对可是你看我们劳退提拨多少 6% 对可是如果说像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员工的话 嗯 呃 在新加坡他必须要提拨多少 要20 可能是23%到27% 哦 所以我觉得在政府照顾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在劳工照顾的这部分 在社会福利方面 嗯 好我觉得新加坡的呃 政府的一个表现是真的是比较好的 嗯 但是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也必须要讲哦 哦表面上新加坡是一个嗯 民主国家 但是我觉得不完全不完全民主的 因为呢 他的民主制度 呃我觉得并不是像台湾这样子 嗯 所谓是政党轮替啊 或者说民选啊 嗯 表面上是民选没错 但是你看他的这几任的总理 嗯 他还是比较偏呃 内阁制的 哦虽然他最近选的总统 一个印度裔的出来 但是呢 这个印度裔的这个总统呢 其实他的总统还是比较偏向代表 好就是一个国家的代表 实际上来讲还是由总理来 对决定 所以呢 现在是交棒到第三任的 就是李显龙嘛 也是李光耀的儿子 嗯 然后第二任是吴作洞嘛 嗯 到第四任到底是谁呢 嗯 那原本是讲说王瑞姐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哦 在最新的一个交棒的一个行程里面呢 哦 现在李显龙指定的是这个黄巡彩 我们现在画面看到这个人 对对对对 右边这个照片呢 是李显龙 他已经71岁 嗯 那这个左边的部分就是一个黄巡彩 嗯 那他真的是一匹黑马 因为 过去啦 像李显龙的话 就是说他接班之前都还当了十几年的 嗯 这个副总理哦 嗯 那这个黄巡彩以前以前是一个算是 他在抗议期间其实就慢慢的展露头角 哦 他也当过财长哦 那大家对他其实印象很深刻 就是说他那时候其实在抗议的时候 真的是付出还蛮多 甚至还流泪哦 所以其实新加坡的人民呢 对他是还蛮感念的 就是说对他接受度很高 他的名气也很高哦 但是呢 其实呢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说 新加坡的政府的 呃 一个交通部长呢 嗯 他有所谓的贪腐 嗯 那另外一个国会的议长呢 有所谓的桃色新闻 哈哈 哎 贪跟桃色 真是 可是这个发生在新加坡啊 很多官都躲不了 哈哈 这发生在台湾可能 嗯好像比较 哈哈 不要能接受吗 哈我也不能接受啊 我不知道我也不能接受 但是就是在新加坡里面啊 就是这个执政党这样子啊 就是 大家对于这个执政党的这种 所谓的传统的这种好的印象呢 又比较低一点 所以呢 在交棒的过程当中 其实李显龙是相当的小心 他怕就是说 嗯 在交棒的过程当中 就变得有一个闪失 所以呢 要交棒给黄巡彩的过程当中 就会要步步为营 步步小心 嗯 好那我们再讲一下黄巡彩 我觉得这个人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 第一个他很喜欢玩吉他 嗯 而且他玩吉他呢 他常常会在他的抖音 TikTok里面 哎哟 分享 所以呢 他其实他你要想哦 他是一个官员 以后可能是一个新加坡的总理 可是他很爱玩抖音 是个网红哦 哈 所以呢我觉得在 这个跟过去哦 新加坡 呃你见到的像李显龙这样的 好像一板一眼的 然后比较 真的是很不一样哦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号人物哦 未来来讲哦 就是真的 玩抖音的官员 这蛮特别的 他们都要禁止 他要玩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I like radio I like radio 好我们持续跟基金医生冯志源 来谈一谈啊 刚有提到的 他肯定呃就是接班人呃 黄巡才 对 好那如果接班人呃 这个确定之后 那呃最近他的好消息 其实也蛮多的 包括那个NVIDIA 那个黄仁勋也说 哎我要去新加坡了 设立一个什么AI基地了 对对 其实我觉得说 我们刚讲啊 新加坡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制度 而且我觉得政府是很很超强 我们先讲一下刚刚的黄巡才哦 其实他在下个月也就二月份我们农历过年左右 他就会发表一个高达一百七十七页的一个报告 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报告呢 这是说他们收集了二十多万新加坡人民的一个意见 嗯 然后新加坡人民呢最在乎的是什么 哦 那我觉得今天如果说 因为我们后天就要选举了嘛 嗯 今天如果有一组候选人真的能够听多数人 我们不要不要想说我们两千三百万那么多 嗯 你可能听个嗯 一百我们讲一百万好 如果你能写一个一百七十七页的这种施政大纲 我觉得我也我也很感动哦 嗯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呃 我们刚刚有讲过就是李显龙的交报 那是很小心的 嗯 所以呢这个二月份的这份报告 就是Forward Singapore 有点类似像新加坡的一个前瞻计划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他的一个起手势 嗯 因为他等于是说告诉新加坡人民说以后他要做什么东西 嗯 另外一个就是在八月份新加坡国庆的时候 嗯 那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定一定 李显龙一定会有个告别演说 嗯 然后黄勋才呢一定也会跟着出来 嗯 当然他能见度就会更高 那么紧接着在十一月二十一号 就是我们过完生日之后的隔音天 嗯 就是这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七十年党庆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这几个过程对于新加坡的这个接棒过程来讲 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刚讲到说辉达 呃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新加坡其实也很重视他们的一些产业的一个升级 嗯 像新加坡呃那个辉达大家提到就是他第三季的一个财报 他不是大幅增长400多%吗 嗯 结果如果 对于辉达采购量居然能够达到这么多 嗯 为什么 因为这段时间哦 这个所谓的新加坡在发展所谓的数位经济跟AI的部分 嗯 那么根据统计哦 新加坡现在是全世界启用AI人数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嗯 那另外来讲他的一个数位经济产业的部分的话 什么叫数位经济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资通讯 嗯 那这个部分的话 在他整体的一个GDP也到17%以上 所以我觉得新加坡知道说未来的方向跟主轴跟竞争力在哪边 嗯 所以呢其实呢 呃 昨天还在跟制度人闲聊的时候讲说 呃提到说 哎他跟香港之间的一些竞和 大家一直很想呃 呃这段时间还一再讲香港跟新加坡嘛 嗯 嗯 我觉得真的就是说这段时间很明显的就是 在香港的资金真的因为 呃 有啊 国安法的关系 嗯 因为中国的关系而出走 然后很多真的是到新加坡的地方去 有啊我好多有钱人的朋友都转到新加坡去 对真的 对啊 他们理传都这样给他们建议的 因为税负上面呢 或者是说整个来讲 我觉得就是奖励制度上面 我觉得这新加坡其实是做的还蛮完整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来讲哦 大家可以留意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啦 这有钱可以把钱转走啊 对 没钱人我们赚一点越南基金或者是东协基金啊 对 你就怎么看 越南基金啊 本来觉得还蛮烂的 显然就是主动型的还是胜出啊 他全年绩效有13.8 另外一个ETF6.1啊 对 这两家拼的要死啊 我也不要讲是哪两家 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 好 但好像绩效看起来好像主动型比较好 我们有讲过就是说越南基金以前是买不到的 然后我觉得这几年来讲是开放就是呃 所谓的可以申购募集之后呢 慢慢来讲现在也蛮多选择的 那目前来讲有三档主动型基金可以选择 那一档被动式的ETF可以选择 嗯 那我们其实在前面几段有讲到就是说 我们讲越南股市去年涨多少 嗯 平是不是涨了12.2% 嗯 那这四档基金呢 平均下了多少 10.7 10.7 只要打屁打屁股 嗯 因为很明显不如股市的一个涨幅 嗯 那就算说涨最多的 有啦 有超越了 两档有啦 一点点 一点点 对 一点点不多啦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呃 整体来讲还是跟着市场在做浮动是比较多的 嗯 因为毕竟来讲我们讲过他嗯 房地产有问题 那其实房呃 地产跟金融是占越南股市最重要的两个很重要的板块 啊如果这这两个板块还在调整的话 那他就不容易有一个大涨的一个空间 嗯 那我会比较建议投资人就是说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可能都有越南或者是有兴趣 但是我都有提醒大家就是说 这个市场呢 你要把它想成像以前的中国这样子 就单一的哈 单一国家 波动会比较大 既然波动比较大呢 我觉得就把它当那个小乐透的这样的一个 嗯 布局 你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布局一些 但是布宜太多 嗯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说那个波动啊 未来他的不确定性太高的话 嗯 或者是你本身是就是那种很保守的投资人 我就比较不建议你 因为为什么呢 呃 其实有很多你可以去投资台湾啊 美国啊 嗯 后我们讲的印度啊 然后其实很多地方你可以投资 也不一定真的一定要说 投入这个单一国家 而且风险相对波动程度会比较高的 哎那如果你说看整个东协的一个市场啊 说实在看起来蛮令人失望的 对 因为呃我们刚刚讲 我们刚是不是也讲了越南跟新加坡对不对 但是呢 其实整体来说的话 如果你看整个 我觉得越南表现还稍微好一点 因为越南在东协里面至少它还是涨的十几% 可是如果我们整个东协一起看你就会发现说 哇整体来讲哦 国内这这几档平均下来啊居然是负的 所以呢你会发现到说 其实这几个市场都表现不好 包括菲律宾啊 嗯 印尼啊 泰国啊也表现都不好 所以其实他们在 嗯 新加坡虽然说有一些体材 但是还好 就是在股市这一块来讲 没有说一个太明显的一个好的一个表现 所以就是说呃 那如果去年不好 今年会好吗 这个很难讲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东南亚的市场哦 呃除了新加坡是一个比较 嗯 开放的地方之外 其他的地方 我觉得都是那种人质的地方是 比较多一点的 嗯 所以我觉得它的波动起伏也会比较大一点 比如说像去年原本上半年 其实我觉得泰国表现还不错 突然之间它整整个又又下去了 嗯 所以我觉得你在投资这一块来讲 我还是觉得如果说以今年来讲 我还是觉得东北亚还是会好一点 嗯 就是以日本台湾 好这个我觉得还会好一点 哦 了解了解 好我们今天帮大家来整理一下 越南跟新加坡的一个市场 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基金医生冯志源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真的要年后才见面 对没错真的要新年快乐 好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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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